欢迎收看汉天生活报道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第47届罗兰港马车节游行 日前在洛杉矶罗兰港克里马大道盛大举行 本次游行适逢首个加州美国华裔日 美国华人节委员会的中华文化方队游行队伍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其中包括辽宁总商会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 洛杉矶社区互助联合会 大洛杉矶社区联盟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全美华协南加分会 罗省翠胜工商会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等 十多个华人团体 请看报道 第47届罗兰港马车节大游行 即首个美国华裔日竞逐活动 日前在罗兰港克里马大道热闹登场 由70多个本地机构及社团 组成的各类方队 伴着雄壮激昂的乐曲 浩浩荡荡地行进在 宽敞明亮的克里马大道 其中包括高中管乐队 舞蹈队 马队 徒步方队等各类游行队伍 本届罗兰港马车节游行的主题是 爱上罗兰港 当天的马车节游行 是逢首个加州美国华裔日 由数百位与美华人 组成的中华文化方队 斗志昂扬里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在美国辽宁总商会会长任成勇 大洛杉矶社区联盟负责人江志高 等社区领袖的带领下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 洛杉矶社区互助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全美华协南加分会 罗省翠胜工商会 美国华人华侨联盟会 等十多个华人队伍 参加了当天的游行 首先我们要感谢 州议员菲利普陈和 埃德瑞斯国会议员 为我们支持华元日 争取了一个很大的节日 就在今年8月30号的时候 加州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美国华裔日 并在9月13号的时候 成功立法 定于每年10月23号 为美国加州华裔日 这是我们美国华裔 这100多年来 最值得庆祝的事情 我们今天和埃德报 这个马车节 共同庆祝了这个美国华裔日 之所以和马车节 共同合作 因为这个马车节是每年在罗兰缸 一年一度的大概有19年的历史 知道他们今天知道了我们 有一个华裔日 他们非常高兴 愿意同我们共同庆祝 这也就是我们华人在美国 这么多年经心经日 以及大家勤勤恳恳的口碑 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所以美国的这个老车节 他们主动找到我们一起合作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庆祝这条节日 因为这个是我们已经拿到的一个法定的假日 也就是说代新假日 所以值得我们华人庆祝 也由此可见 也证明美国这个大度的国家 多民族 多文化 多宗教 所以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 尤其我们是勤劳的民族 更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同时也要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带进这个美国这个大的土地 所以为了我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在美国本土生活 我们要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 并且我们定于每年23日的时候 我会邀请很多的这些大的社团 以及企业 包括政界领导 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华裔日 共同庆祝 首次参加罗兰刚马车节大游行的 中华文化方队 是本届马车节综合实力 最强的一支队伍 因此获得本届马车节大游行成年主冠军 为在美华人再次争得了荣誉 汉天卫视记者 宇立川洛杉矶 罗兰刚采访报道 今年双十一仅仅用了63分钟59秒 天猫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面对这一数据 美国、德国等媒体报道称 双十一的网购天量销售额的背后 反映出中国科技与物流的强大实力 也在线了中国的消费实力 双十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整体状况的指标 媒体预计 今年中国双十一销售规模有望再创新高 今年双十一 十一号0.1分36秒 销售额突破100亿 领先去年2分05秒的成绩 再创新记录 十二分49秒 销售额突破500亿元 一小时三分59秒 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去年突破1000亿 用时一小时47分26秒 今年双十一 天猫和京东的预售额均打破去年记录 据美国巴伦州刊称 双十一仅阿里巴巴一家的交易额 从2009年的700万美元 飙升至2018年的308亿美元 超过美国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 亚马逊会员日的总和 媒体预计 今年中国双十一销售规模有望再创新高 除了收益国内消费者和商家 双十一亿日益受到境外商家关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 农产品 保健品 化妆品 应用而用品 是以往双十一期间最热销的商品 去年活动的第一个小时 澳大利亚的羊肉销量同比增加7倍左右 双十一甚至一定程度导致澳大利亚国内超市供货紧张 新西兰媒体报道 恒天然公司2009年就开始参与双十一活动 2018年活动期间销售额达到3000万新西兰元 新西兰一些公司非常看好双十一带来的商机 今年更是制定了更高的目标 同时欧洲企业纷纷加入双十一活动 德国媒体称 继第二届上海进博会后 中国又通过双十一向欧洲企业招手 双十一被欧洲众多品牌看作是一次销售的大好机会 数千个欧洲品牌今年参与了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等众多企业旗下的电商品牌活动 这也被看作是中欧贸易持续向上的信号 欧盟局统计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欧贸易额的同比增长9.1% 达到了3088亿欧元 其中欧盟对华出口同比增长8.2% 达到1092亿欧元 有专家分析认为 今年双十一仅一小时三分五十九秒就突破了1000亿 表明网络已经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中国互联网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 双十一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消费的实力和经济活力依然存在 美国《八轮周刊》一位分析师说 这不仅是电子商务巨头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 也是中国经济整体状况的一个指标 财经记者赵正宇编辑报道 由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族裔经济发展局 加州政府机构主办SCCGP 美国汉天卫视得申会国际师资会共同协办的 加州天然重大灾害 你应该知道的是专题宣导讲座 将于11月16日在汉天卫视演播厅举行 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由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族裔经济发展局 NBDA 加州政府机构 SPA 消防局联合主办 SCCGP 美国汉天卫视 洛杉矶得申国际俱乐部 国际师资会联合协办的 天然重大灾害 你应该知道的是大型公益宣导论坛 将于11月16日在美国汉天卫视演播厅隆重举行 11月5日下午 宣导论坛部分主办协办方来到美国汉天卫视 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即将举办的公益宣导论坛 这次很荣幸的可以代表美国汉天卫视 德森国际俱乐部与汉天卫视 以及SCCGP共同协办 由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族裔NBDA 以及美国联邦SPA 以及美国加州消防局等政府机关 共同主办的一个大型的公益宣导片 它的主名是 当你受到了天然灾害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的是 是的 成为一个企业主 你必须知道 加州政府以及美国联邦 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补助 以及措施的方法 希望能够在11月16号下午2点到5点 汉天卫视不见不散 国际食指会在去年 因为南加州大火 我们筹资了25,000块美金 作为这个赈灾之用 那么今年呢 透过德声会会长的邀请 我们一起来举办 不只是国际师子会平常做的震灾救灾 今年我们更希望能够推广预防灾害 或者是当重大灾害来临之后 政府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 让我们能够在需要协助的时候得到及时的协助 很感谢美国商务部少数族裔发展局 德声国际第一俱乐部 或者避免损失 或者避免损失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我本人作为一个小企业主 我急切地需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如何让我的企业正常运转 在此我也呼吁南加州所有的小企业主 您能够来到这里 请听我们的讲座 那我们当天的讲座呢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 我们会来为大家提供 有关这个天灾的这个防御的这些知识 比如说在地震发生之前 还有在发生当中 还有之后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来提到在美国联邦政府 对于中小企业在天灾发生之后 会有什么样子的资源补助 那这些资源补助要去哪里去申请 我们当天也都会有 这个专门的这个政府官员来 为我们做现场的解说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吸收这样子的重要知识 那么作为一个加州的律师 我有很多客户 那么也有很多中小企业的客户 那么在加州根据统计 90%的企业呢 都属于中小企业 那么我们加州的居民 50%以上在工作着的人 都是在中小企业里工作的 那么作为一个中小企业里边的法律顾问 所以我在此呢 提醒我们的加州的民众 一定要多来了解 如何在这个重大的变故 甚至这个自然灾害面前如何应对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积极的参加 我们下面所提到的 11月16号下午2点到5点的这个 在汉天卫视为大家举办的公众的服役的讲座 感谢大家 希望在那天下午我们再次相聚 11月16号 下午2点到5点 汉天卫视演播厅 当天灾来临时 您应该知道的是大型公益宣导讲座 不见不散咯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9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巴汉姆山火持续燃烧 好莱坞山标志牌后浓烟生腾 消防人员出动直升机 从好莱坞水库补充供水后赶往现场灭火 众多游客在山下合影拍照捕捉这一场面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9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 洛杉矶巴汉姆山火持续燃烧 好莱坞山标志牌后浓烟生腾 消防人员出动直升机 从好莱坞水库补充供水后赶往现场灭火 众多游客在山下合影拍照捕捉这一场面 据悉此次大火在环球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和好莱坞标志牌之间的三角地带燃烧 洛杉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 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也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10月下旬 加利福尼亚州山火已经开始肆虐 政府已宣布该州进入禁忌状态 数十万人被迫疏散 其实早在今年6月9日 加州南部就曾突发过两处山火 一处山火位于好莱坞山 另一处位于六七游乐场附近 导致游客穿着泳装紧急逃生 加州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会发生山火 这与加州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有很大关系 森林广袤 地形复杂 风干雾燥 加上人口增长 因为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不在少数 风筑火势很难控制 而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天气使得植被变干 山火因此燃烧得更为猛烈 迅速从郊区蔓延至城市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由于因素引 cheap 时苹平 岑他的 755年业 将参照 所有風景扇 在内 Literally 进入2018年11月初,三场大火陆续袭击加利福尼亚州。 至11月8日,火灾发展成为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山火之一,在全州范围内山火使超过17万英亩的土地沦为焦土,烧毁了将近7000栋建筑,多座豪宅被复制一具,甚至于每具西部世界拍摄地的片场也在火灾中被烧。 洛杉矶附近的海滨城市马里布接到全城撤离的命令,好莱坞明星也纷纷远走避险。 25年来,爱泽拉斯的世界已经定义了什么是沉浸式游戏和史诗级叙事。 在无尽的冲突中,魔兽宇宙见证了英雄、恶徒和冒险者的人生起伏。 在此,我们向魔兽争霸的25年致敬,向每一位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历程的玩家致敬,无论你是在丹莫罗的山巅还是在大漩涡的海滨。 前不久,暴雪游戏玩家年度盛世暴雪嘉年华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社区成员汇聚一堂。 在此次盛会上,暴雪公布了一段《魔兽争霸》系列25周年宣传片,将魔兽系列25年来出现过的全部过场动画混减成片。 短篇覆盖从魔兽争霸初代到魔兽世界争霸爱泽拉斯的精彩片段,各路大佬悉数登场。 25年来,从丹莫罗的颠覆到大漩涡的深渊,无论你是在爱泽拉斯的任何地方将为了爱泽拉斯,今年是魔兽整个IP的25周年庆,已是魔兽世界的15周年庆。 魔兽的一切都是起始于很多年前的一个11月23日,魔兽许多玩家都是从魔兽争霸一开始玩起的,回顾起来也是一段很久远的感人历程。 1994年,魔兽争霸刚刚推出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四年之后谷歌公司才刚刚建立。 魔兽争霸可谓是渊远流长,一开始还是用局域网来进行比赛,用两根网线把两台电脑接在一起,这样两个玩家可以在同一个房间进行对战。 不知现在这种玩法还能不能行得通了,但是当时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魔兽争霸2,魔兽玩家也都玩得特别疯狂。 10过近千,目前硬件和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与改革,魔兽也有了很多玩家的社群,他们都非常热爱游戏。 10过近千,目前硬件和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与改革,魔兽也有了很多玩家的社群,他们都非常热爱游戏,喜爱暴雪游戏的一整套体验。 喜爱暴雪游戏的整一套体验。 这也是暴雪做一个游戏IP成功的很重要基础,大家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游戏玩家对于游戏的喜爱支持及付出的一切都是制作游戏的根本。 今天,魔兽世界官博放出了魔兽争霸25周年纪念宣传片的一个中文配音版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还没准备好 我出生的那天,整个罗德龙的森林都在低语着这个名字 阿萨斯 阿萨斯 没人可以努力我吗? 真正的问题是 Gri dressed in this 什么,才するnever 为了明末! 为爱则死! 无论你为何而战 alone, you always will 你永远都是 孤军奋战 글ning.n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